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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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岛礁中国渔民 经常能在南海打捞起各式各样的东西 其中就包含不少像美军水下机器人这类的侦测装备 我海军自然对其尤为重视细细研究 早前 中科院曾在南海回收了一台新型国产水下滑翔机 据悉该装备共在南海工作了91天 航行1884公里 刷新了国内的最高记录 但我国并没有停下脚步 在去年2月 海军7000米级水下滑翔机 在创6329米深的下潜记录 位居世界第一 美国都得在背后竖大拇指 中国渔民 各位都知道 关于暗藏深海的潜艇 其最具威胁的地方 就是河南北被发现 这是个体小长航时的水下无人装备 在经过改造升级后 完全能称得上是潜艇的强劲对手 对中国近海防御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能让美国潜艇直接退出数百海里 甚至远远滚开